挑战我和异性的关系 你的脑袋第几集 第一集 在面打招呼 哪一种打招呼 这有什么区别吗 诶 哈喽 你好 这种没问题 第二种 绝对有事 所以是第一个可以 第二个不可以 都不行 第二集 偶尔的关心 你具体是哪种关心 比如说 哪个 最轻的 我的好玩 这谁也来我看也来 原来这个我也行 第三集 经常约着打游戏 诶 这个我可以 不要委屈自己 不要强言欢笑 不不不 你听我说 跟你打游戏 就是委屈 我可以付戴天背给他 再一个 经常聊天发消息 这个的具体问题 你聊什么内容呢 比如说 从说你打游戏的时候 卖我 然后我不开心感应该疏苦 是不是有那么个人 再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 第五集 把他常挂在嘴边 动不动的提起 你现在就来跟我提起他 你刚刚前面一二三四五 全在提起他 我现在就要看看他的事 不要不录了 不录了 不录了 有个问题 单独吃饭看电影 现在别 单独吃饭看电影 你不用去 对对 我的我的 我打扰你们了 我打扰你们了 下一集 第七集 打个电话 我就去赴约 什么时候打个电话 我可以陪你一起去 如果真的很急的话 你不用去 就是他心情不好啊 喝酒啊什么的 就想跟我一起喝酒 我明白了 来来 恭喜恭喜啊 哈哈哈 你谈恋爱了 哦 我该搬走了 哈哈 我先走了啊 你不能说你可以 呃 鬼 我还有大男孩 你先走了 Poro 我先走了